接着呢就来说一说这个打压中国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欧美也是铁了心的 我们先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好了 就是说呢竞争不过现在就开始玻璃心了 欧盟开始真正要向电动车出手了 昨天啊我在跟蔡博士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还在说他说不会啦 德国一定会拦着了 结果没想到没拦住 我们晚上的时候就看到冯德莱恩这一次 真的是不顾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 执意是在欧洲议会发表的年度蒙情咨文当中 正式宣布欧盟委员会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 这件事情德国已经明显反对了 而且欧盟多数国家也都不同意 认为说这会使得那欧盟跟中国进行全面的贸易冲突 教授您觉得冯德莱恩到底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呢 冯德莱恩很明显的我们高度怀疑了 因为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澳大利亚的前总理 他认为 应该讲是那个是谁 北约的秘书长 斯托尔同贝格 对 他认为他是美国的走狗 不是美国的 那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来讲的话 冯德莱恩也就是美国的走狗 我们当然不方便 也不能够在电视上这样讲 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比较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那他这一次这样做主要的他 不顾他母国的强烈反对 他用的是法国的意见 那各位您想法国现在正要发展电动车 因为法国的电动车落后 而且也落后在德国之后 那马克龙现在不是就在诺曼蒂那边 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电磁厂吗 请问他有没有用政府的补贴 有没有用政府的力量 他用政府的力量去把基础原区设计起来 他用关税减免的方式 他用政府补贴的方式 然后要打造一个庞大的电磁的发展基地 然后他一直在引诱特斯拉去他那边设厂 结果特斯拉最后还是选择到德国去设厂 那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美国现在对电动车没有补贴吗 有哦 他是明目张胆的补贴 他对半导体也是明目张胆的补贴 欧美人他们是这样做事的 欧美人是 当他领先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的G7 当他领先的时候 他不准你所有的新兴国家 去补贴你的企业 来跟他竞争 所以他就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规则 就是反取消或是反补贴的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是G7定的 他就说 而且他会找出一套理由 找了一堆经济学家 然后编了一套理由 说这个破坏市场机制 他就会这样讲 那因此他就不让你信心的国家 能够超越他 能够赶上他 他就永远富有 他永远支配这个世界 这个规则是他定我在强调 他就支配这个世界了 可是等到你超越他之后 他自己就不遵守这个规则了 他自己就补贴了 所以美国就直接补贴电动车了 然后他自己就设了安全 找了莫须有的名义 不让你华为进来 不让你中国的电动车 进入美国的市场 然后他就开始干涉你 宁德时代跟福特的合作 他就开始用政治力打压了 然后又找了一堆理由 所以我为什么会对于 很多大陆的一些工资 我会很生气 就是因为他们完全迷信 美国的那一套理由跟逻辑 然后对自己 然后他们不去理性的 去看待现实 他就完全迷信 美国的那套说法 就批评自己 然后就侮辱自己 攻击自己 他们一贯的手法都是如此 所以我为什么会常常在节目里面 直接批评那些公资 就是因为 他们等于是有点像汉奸一样 好 这我们把它拉在一边来谈 你再来看 那现在的情况是 法国他落后了 他怎么办 他要保护自己 他保护自己 然后他就要对中国大陆下手了 不过我说实在话 你会对中国大陆下手 中国大陆怎么不会对你下手 对呀 那就大家看得办吗 而且其实这个我们昨天 这个不是还聊到说 现在中国大陆是很重要的 德国车的市场 而且现在电动车很多的先进技术 也掌握在中国的手中 所以这个欧盟 我昨天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不是要自伤八百的意思吗 欧盟不伤 伤德国 但是这样子让法国开心 懂了 因为法国 法国有好几款车子 例如说有BORES 标志 有SITO 有SITOEN 然后有HONO 然后有三款法国重要的车子 法国本身在F1的 就是我们讲的赛车场里面 法国的车的引擎 是展现它有强大的力量的 它的灵活性 也常常在车展中 有拿过冠军的 所以法国车 但是它卖的不好 而德国的车卖的好 如果能够透过德国 就是能够透过中国的手 去修理欧盟 等于是修理德国 让德国的车子一节不振 法国的车可以取而代之 何乐不为 所以当然法国 当然要砍它自己 德国的竞争者 因为法国的竞争者 并不是中国 法国的竞争者是德国 德国的竞争者是中国 因为在电动车这个部分 法国根本不是一个咖